好啦 就是簡單講一下我對這次官方的那個 直播之後的一些表現的看法 不然我就稍微講講我現在 我對這陣子台版的表現 打個分數好了 那我自己覺得啦 我打的分數大概在 60分左右 我覺得60分 我覺得還算可以接受的範圍 第一個就是 就是排成的穩定性嘛 那我覺得排成現在就是 很成功的在進一步 然後就是真的有這樣子出 那我覺得這個就很完美的達成 那我覺得還蠻好的 就是也不會讓大家都有 生怕今天A池抽完 明天就突然又開一個新的池池 然後就是不會再讓像之前順的事情 就再次發生 這我覺得這還不錯 好 那第二個的話 是角色控制嘛 那角色強度控制的話 我就覺得 誒... 就是他們這樣子講 他們的說法是說 他們會讓角色的特色出來 然後可是 他們確實是沒有講說 會控制新角的強制 他們反而是著重在每個角色的特色 然後講難聽點就是你知道 他沒有要控制火力 但是他就是會讓 那個很多很多很強火力 然後疊在一起會不只 就是1加1會大於2 可是呢 正常他可能說 誒現在角色每個都是333 他可能說現在每個角色都是3333 對不對 他的控制呢不是說 誒我現在要改成1加1會變成3 沒有他現在是1 他現在就是2加2等8 給我的感覺就是這樣 他們的強度 他們強度的控制方式 就是我自己覺得就是 他變成說可能以前的強度就是順 假設我們順給3分好了 我們就說3 那他們現在 現在就會變成說 變成說有點像 2.5 2.5 然後要等於8的感覺 然後那這是我自己的感覺 你看這個炎帝 炎帝 炎帝單開就是 炎帝單開就是 這個鬼樣子 但是 可是他只要配洛西 他就是史上最強大的火力 沒有之一 他就是火屬性最強大的火力 沒有之一 你看我自己打這關 我疊幾次傷害 然後他就突然進王關 他就突然3萬了 他突然攻擊力變3萬了 我就 就這樣 那那那就是 1加就是有點像2.5加2.5 然後突然就是 就是要8的感覺 就是就是變成這樣 那那那 然後就是我覺得這個 在這個控制方面 我可能還是希望說 會希望變成說 可以維持在 大概在可能像是 2.2加2 然後大概可以等於5左右 我是覺得這樣就好 就是就是那個控制 我覺得還可以再拿捏一些些 然後第三個就是關卡的難度 那關卡的難度的話 突然從這一次的 的的 上次的邊緣史 就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難度有掉下來 難度有掉下來 吉烏斯的話 我覺得難度 就沒有像以前吉烏斯那麼誇張 那他們就說現在都說會看狂巫嘛 那就之後看看狂巫會變成什麼樣子吧 那如果假設假設假設 假設狂巫可以維持在 以前吉烏斯的水準的話 那我覺得我還可以接受 那因為現在吉烏斯 對我來說啦 就已經又有點變得太沒有單獨 我就又變得太沒有單獨 就是說 我隨便單獨 就是 我這三課 我就完全就是看人家給我 就我就看一下人家說 欸有火殺 然後再依照我在超巫師打的東西 大家知道這是什麼東西了 就是說啊反正這樣子隨便配 應該就可以過了 就這樣隨便配了 上次版權攻擊天那個吉烏差不多 對啊我覺得 就是差不多就是這個強度嘛 就是 你隊伍有一組核心 然後可是你 騙 然後你就隊伍怎麼變 就是那個核心有在 那個隊伍隨便變都ok 都好打 我覺得這就是 這就是一個 欸怎麼講 合格的關卡啦 我覺得這就算合格的關卡 那簡單跟難都一定要出啊 那像這次就是 為了大家簡單就出了一個 那個嘛 那個超巫師吧 所以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說 就是 就是在 在角度公司上 還要再做一點 調配 然後再來就是天井吧 我覺得池子 池子他們說什麼 會固定每一池都70寶 那我覺得 不應該說 每一池都10值的70寶 他應該可以有一些 可以便宜一點點 我覺得可以不要那麼 貴 就是說 呃 因應 強度可能有一些池子就 R50寶 好像是之前的貝爺祭 你看貝爺祭的話 其實日版的 呃 日版跟國際版 就有造日版原本的這樣 他就是 其實手石是五顆石頭 但是 呃 彩版為了執行 執行 之前說的那個什麼 手25 然後70寶 他們就只好 死死的造這個 手2570寶 那我覺得這個 這個 應該說 往下壓可以彈性調整一點點 但是往上壓就盡量不要 我覺得有時候可以一些些彈性調整 但是 呃 就盡量不要這樣 就是 反正他們都會說70嘛 對不對 然後 就可能有些50 呃 有些100 大概就這樣 我是覺得啦 還是這樣 這樣可能會好一點點 強度控制這個部分就是 其實 我覺得會對 所有的 玩家來說是最有感 那我自己也覺得這是最有感 所以 呃 這個地方讓我扣分 扣滿多的 就可能他這點就讓我扣了可能30分 然後那個 實質的部分就讓我 也讓我扣個10分 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欸可能 主要最主要還是要再控制強度 他們也沒有說控制 但是我覺得就是 呃 那個那個 穩定性要再去拿捏一些給他 然後 就之後就看看這一次狂烏斯的難度 大家會維持到 什麼樣的等級之後 再去 說吧 我覺得 好啦 那今天就大家差不多到這邊 那大家晚安也12點4分 那就 大家晚安早點休息囉 就這樣子 今天就這樣子囉 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